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撒末尔纪上第十五章 撒末尔纪上第十五章总共有三十五节 里面的内容在讲 扫罗王对神叛逆 遭致神的弃绝 我们把圣经分下段落 我们把这一章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一到九节 扫罗违背神的命令 第二段是十到三十节 撒末尔先知奉神的命令来责备扫罗王 第三段是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 先知撒末尔杀雅甲王 我们今天所选用的要节是二十二二十三节 圣经这样说 耶和华喜悦番祭和平安祭 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羊的之由 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 顽耿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你既厌弱 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从撒末尔记上十三章读起 看到这三章的记载中 扫罗在肉体的悖逆和亡梗中 不断的做出与神的旨意相为的事 而这些事被一一的记录下来 就显示了神厌弃他做王的理由和实据 在十三章中提到 他逾越自己的职份和高末 在吉甲献祭 遭致到先知的责备 十四章我们看到 他从肉体中发热心 强迫去攻击仇敌的百姓 发誓不准他们吃饭 十五章则是讲到了他 又一次的叛逆的行为 这一次是他叛逆神的最高表现 他拒绝遵从神的命令 在得胜亚玛利人之后 留下了亚玛利人上好的牛羊 以及亚玛利的王雅甲 他这一叛逆的举动 导致了神界先知 郑重并严肃的宣布 神厌弃他做王了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一到九节 经文怎样描述 扫罗王违背神的命令 从扫罗做王之后的经历可以看到 神对扫罗首次的试验和考验 是在他当上任的时期 他在吉甲逾越自己的职份 献祭 已经令神深深的不悦 神借着先知桑木尔告诉他 现在你的国位必不长久 如今在第十五章中 明显的神再一次的考验扫罗 我们不知道神的动机是什么 可能是神给扫罗一次悔改的机会 但很可惜的是 他没有好好的把握机会 彻底的顺服神的命令 这一次的悖逆就导致 神不再接受他继续做以色列的君王 二十六节 第一段的开头告诉我们 桑木尔提醒扫罗 神拆他高丽扫罗为王 除了要他治理以色列百姓 另外的工作 就是要消灭神子民的仇敌 亚马利人 从字面上来看 先知告诉扫罗 要把亚马利人 以及他们所有的 都要毁灭 归献给耶和华神 这样的吩咐 跟神从前 要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的时候的吩咐一致 以色列人不可以取 仇敌所拥有的作为战利品 百姓必须按照神的吩咐 彻底摧毁仇敌的一切 以表明上帝严厉的审判 大家可以参考的是 《生命纪》七章第二节 还有二十章的第十七节 神对亚马利人的审判 如此的严厉 是因为先知在回忆当中说 亚马利人 在以色列人刚出埃及的时候 对以色列人的所作所为 十分的令神恨恶 所以神下令要剿灭他们 出埃及记十七章八到十六节 《生命纪》二十五章十七到十九节 扫罗听到先知的话后 迅速的将自己的军队武装起来 军队集结的地点提拉因 如今位置在哪里不能够确定 以色列人要攻击的仇敌亚马利人 他们的生活是拜游牧式的 因此要想追逐他们非常的不易 所以从经文的描述当中来看 扫罗所拉开的战场范围很广大 经文上说 是从哈非拉直到埃及东的苏尔 十五章的七节 也就是从阿拉伯西北边 一直到埃及的苏伊士运河一带 扫罗将主要的军事攻击 集中在亚马利人的城市 但具体这些城市在哪里 位置也是不祥 在向仇敌发出攻击之前 他先让他们当中的基尼人走开 免得一同被毁灭 基尼人是米甸人的一只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是以色列人救世的盟友 摩西的岳父就出自于这一族 大家可以看 《诗诗记》第一章十六节 《诗诗记》四章第十一节 《明书记》第十章的二十九节 圣经的经文没有做太多的战场上 征战的描述 看起来扫罗攻克仇敌的过程 十分的顺利 于是圣经的作者 直接了当的说出了 扫罗不单单打败了亚马利人 还生擒了亚马利的王 亚甲 扫罗和民众对神命令的顺服不是绝对的 不知道什么缘故 他们虽是用刀杀尽了亚马利的重民 并且也杀了下贱瘦弱的牲畜 但他们却联系亚马利王 他们同时更加爱惜那些上好的牛 羊 牛犊和羊羔 并一切的美物 圣经仅用几个字 就说明了一切的问题 他们对眼中所爱惜的 不肯灭绝 第八节 第九节 接着让我们来看第二段 第十节到第三十节 当扫罗王的叛逆发生之后 神直接将扫罗不顺服的事 告诉给先知撒末尔 神对撒末尔说 我立扫罗为王 我后悔了 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 不遵守我的命令 神提到自己后悔 这并不表示 神的性情是脆弱善变的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神乃是亘古无变的 神说他后悔 只是表示他对人的罪忧伤 因为按照他的圣洁和公义 神不能对这次扫罗王的罪行 置之不理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在圣经中 神的赐福往往是有条件的 也就是 那信靠他的人 若对他尊宠和顺服 就会带来无穷尽的赐福 然而相反的是 人对神的叛逆 就会带来神严厉的惩罚 在十三章中 扫罗早已经被神警告过了 所以这一次 他若不能通过神的试验 神就会废除他的王位 经文在这里只讲到神说话 没有提到 撒末尔与神的对谈 当我们看见 撒末尔对神的话 感受极其强烈 经文中说 他甚忧愁 中叶哀求 耶和华 撒末尔当时的感受 一定是恼怒和愤慨的 令他十分焦虑的原因是 一个君王若被神废掉 以色列王权的威信 就要受到影响 整个的国家和国民 将会陷入深深的迷惘中 撒末尔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一大清早便去找扫罗 他知道扫罗王去了加密 但这里提的加密 不是指加密山 这处的加密 是离西布伦比较近的 一个犹大诚意 扫罗王显得非常得意 他的得胜 他还在加密那里 为自己立了一座 得胜的石碑 用来纪念他得胜亚玛利人 然后扫罗就从那里 往基甲去 撒末尔于是在基甲那里 遇见了扫罗 当撒末尔到达的时候 扫罗对他笑脸相迎 我们不知道他当时的心情 是否忐忑 还是在故作镇静 伪装表演 他声称自己已经完成了神的命令 经文中说 耶和华的命令 我已遵守了 撒末尔的问话 可谓是开门见山 他质问扫罗 营内外声扣叫声的由来 不用说 这一下子就掀下了扫罗的假面具 扫罗竭力的推脱责任 他说 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 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 要陷于耶和华 你的神 其余的 我们都灭尽了 扫罗把责任推到人民身上 而又提到 那些被留下来的 亚玛利人最好的牲口 是为了献给撒末尔的上帝的 这句话非常的动听 其实在原有的吩咐中 杀掉的是归献上帝的 而那被留下来的牲口 并不会真正的被献给上帝 因为一旦这些牲畜 被用在平安纪上 那他们都会被以色列人吃掉了 扫罗的辩解显得大言不禅 但撒末尔打断了他 告诉他 住口吧 十五节 这句话说得非常不客气 这是在警告扫罗 不要继续为自己寻找借口 从前 你虽然自以为微小 但神仍然使你成为 以色列的王 又给了你灭绝 亚马利人的使命 那你为什么不顺从神呢 为什么将神的命令 抛于脑后呢 撒末尔告诉扫罗 这都是昨夜 神向他所说的话 十六节到十九节 我们看到扫罗 仍然想要为自己辩解 他固执的说 自己已经服从神 把亚马利人灭绝 只留下了他们的王 而剩下的责任 就是那些士兵的 是他们把那些伤口 留下来做献祭用 在扫罗对撒末尔说话当中 不断的使用你的神 就让人疑虑到 扫罗究竟有没有 以撒末尔的神 作为他自己的神 在第二十二节以后 我们会看见 撒末尔决定 不再与扫罗争执 牲扣是否可以被留下 作为献祭用途了 他一针见血 指出了顺服的问题 扫罗王是受命 要灭绝亚马利人的 命令的细节 是要毁灭他们一切的财产 而不是要将上好的拿回来 在神的面前献祭 撒末尔没有评价 献祭对不对 但是在此刻 顺服于否 一定胜于献祭 一个神 所喜悦的献祭行为 一定得是信心 和敬迁的表现 所以 撒末尔强调了外在信仰 与内在信心 互相符合的重要性 同时 先知严正的指出 对神的不顺服和反叛 就如同邪术和拜偶像一样 经文这么说 撒末尔说 耶和华喜悦番祭和平安祭 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养的之由 悖逆的罪 与行邪术的罪相等 顽耿的罪 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所以那故意不顺服神的 就如同拜偶像一样 这是因为 人以自己心里的主见 来取代神的旨意 于是 先知向扫罗王 发出了可怕的叛语 因为你厌弃了 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 撒末尔所说的这句话 是带有权柄的 其宣判的结果 也是不容商议的 扫罗已经知道了 事态的严重程度 于是他绝望的喊道 我犯了罪了 扫罗的悔改显然非常的恳切 也许他也真的希望得到神和先知的宽恕 因为若是先知与他在一起 就显示着神仍然在支持他 我们仍能从扫罗的话中看到重点 他始终所看重的 不是神对他的喜悦 而是他自己在人前 因为有撒末尔的支持 而获得的群众的尊重 撒末尔拒绝与扫罗王回到基比亚去 因为神已经明确的表示 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了 在撒末尔转身离去的时候 沮丧和绝望中的扫罗 扯住了先知的外袍 一瞬间就把先知的外袍撕裂了 27节 与圣经当中其他的例子一样 撒末尔将自己的外袍被撕裂这一细节 看为是神对扫罗审判的进一步的象征 他告诉扫罗说 如此 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 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 15章的28节 大家可以参考《猎王纪上》 11章29节到31节 在《奈处》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 先知亚西亚将自己穿的新衣 撕成12片 将其中的10片给了耶罗伯安 表示神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 将十个支派赐给他 这就是后来北国的来历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段 31节到35节 撒末尔杀雅甲王 当扫罗再次请求撒末尔与他一同回基比亚 以支持他继续作王 这一次 撒末尔应允了 撒末尔知道当时政治大局的需要 他还需要继续的帮助维持 以色列表面的秩序 只等到新的王被高立为止 他留下来的另外一个目的 也是要处置雅甲王 当撒末尔命令人将雅甲王押到自己面前来时 经文中告诉我们 雅甲王欢欢喜喜的来到 因为他心里说 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 撒末尔于是在吉甲将雅甲处死 这完全不需要他亲自动手 他只需要下命令 吩咐士兵去办就是了 在耶和华面前杀雅甲 是指着在吉甲的祭坛前面 将雅甲处以死刑 雅甲王被处死之后 撒末尔便回到老家拉马去了 扫罗王也回到基比亚 撒末尔与扫罗不再来往 在35节中说 撒末尔知道死的日子 再没有见扫罗 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 撒末尔从此之后 再没有主动的去找扫罗 但作为一个伟大的先知 祭司和代导者 撒末尔一直为扫罗悲伤 因为耶和华神后悔立他 为以色列的王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撒末尔记上 第15章的经文叙述 我们就讲到这里 紧接着下一讲 我们将会讲这一章的灵性教训 愿神继续的带给我们开启 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姐妹 每天都祷告 愿神以他荣耀又甘甜的同在 伴随我们生活和读经的每一天 让我们学习 就像撒末尔记上第15章里面所说的 在凡事上遵宠神伟大的主权 听他的命令 遵守他话语的法则 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神所喜悦 并一直在他的恩典中蒙福的人 爱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